Hello 大家好 我是冒牌生 今天我们下班偷偷学要来分享的是 灌篮高手的真正结局 这一篇我自己在整理的时候都整理到哭了 最近有一个网友他问我说 为什么灌篮高手没有把动画做完整 这是因为灌篮高手在Jump上面 就是那本杂志太热门了 导致于编辑不让锦上雄艳轻易的完结 并且干预了漫画的剧情 导致作者的反感 那锦上雄艳他对自己的作品有比较高的要求 他不愿意自己的故事被毁掉 那就像当年七龙珠也是在编辑的干预之下 不断的推出后续的剧情消费到现在 虽然赚了很多 但是后续的剧情常常被网友吐槽 甚至出现很多前后不搭的bug 另外就是锦上雄艳对于动画制作方有点不满 同样是剧情的原创增加 导致故事的不完整性 当年灌篮高手的作者锦上雄艳跟动画制作公司東映 就因为结局的问题意见不合 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他就没有授权制作全国大赛的动画 导致于结局就停留在漫画 还有他的其他作品当中 那么灌篮高手真正的结局是什么 其实灌篮高手漫画真正的结局 应该在锦上雄艳的作品 《十日后》里面 这个作品是描述全国大赛十天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张图 他过场表现了所有成员的后续发展的状况 刘川峰在练习英文 为自己的美国之旅做准备 按照作者给刘川峰的正统结局来看 后面应该是前往美国去进修 后续的剧情就没有具体的谈及 至于有人在网络上面流传 刘川峰坠落 其实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至于櫻木花道的最后一句就是说 因为我是天才 表明了自己会继续打篮球到职业 后续作者在自己的另外一部作品 也证明了櫻木花道后期的剧情 就是成为篮球明星 所以大家关心的流川和荧幕 结局就是会成为篮球界的明日之子 只是详细的结局没有画出来 2004年锦上雄彦为了要纪念 灌篮高手累计销量突破了一亿册 他终于公开了真正的结局 他在一所中学中 画了23间教室的黑板 描绘出灌篮高手的大结局 可是这个作品只有展示三天 就被作者本人擦掉了 所以真正的结局就是 锦上雄彦十日后的作品 这部作品也有出版成漫画 所以我们才有幸可以看得到 作品中基本上就是一图过一人 表现了所有成员的后续发展 那三井在为了冬季选拔努力 流川为了能够赴美进修 而拼命的练习英文 赤木在上课 然后回答不出来问题 工程在屋顶上看着 官员领导能力的书 希望可以成为下一任的队长 还有很多的对手也纷纷过场 最后一个登场的就是 我们的主角樱幕 以他的标志台词 因为我是天才而结尾 也是因为锦上雄彦的坚持 让现在有了更经典的漫画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漫画家 不为利益改变自己的创作 也给了观众最好的作品 那为什么作者他不让湘北拿冠军呢 其实前一阵子我拿出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这部漫画来重温 在大半夜我看着热血沸腾 加热泪银筐 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一早上起来 我内心的洪荒之力就压抑不住了 一定要为这部漫画写点什么东西 不要怪我 但我相信 说起灌篮高手一定有不少人是跟我一样激动的吧 毕竟啊 那时候全世界都爱这部漫画 一下课大家都往家里跑 生怕错过最后一集的直播 而且你明明不会日文 动画里的每一首歌都会唱 明明不会打篮球 但是每一集出现的技术词语 我们都知道 而且他在豆瓣有9万人的评分 高达9.5分 这就是一部经典 在2013年日本的一项调查里 灌篮高手是排在改变人生的漫画的第一名 很多人都说从这部漫画中得到了无穷的正能量 也正是因为这一部漫画 他们才爱上篮球 现在看来灌篮高手确实是在青春漫画里 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但是在当时呢 也就是27年前 他第一次发行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有这样子的成绩 因为当时在日本篮球是很冷门的运动 喜欢的人不多 大家都喜欢足球啊 棒球啊 足球小将啊 棒球英豪啊 这些在80年代就已经开播的作品 而且有非常多的粉丝 编辑呢 就建议作者 锦上雄雁 你要不要改化别的题材啊 锦上雄雁就傲娇的说 不要 因为没有篮球 就没有现在我的漫画 锦上雄雁呢 是一个篮球迷 他从高中就开始打篮球 到现在呢 依然会每一周解稿后 去打一场篮球解压 于是一部关于不良少年 打篮球的漫画就诞生了 一开始櫻木花道的人设很简单 画风也很粗糙 可能是因为情节比较轻松搞笑吧 所以漫画卖的还不错 锦上雄雁呢 最初也把它当作一部搞笑漫画来制作 但画着画着 锦上雄雁发现不对 如果硬要把櫻木搞成一个小丑 情节会很突兀 个性也很单一 然后他就觉得櫻木最有魅力的时候 并不是他搞笑或者做了什么傻事 而是他专注的在打球的时候 比如他一个人在擦球 一个人在做录影带研究 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 樱木他这个不服输跟努力奋斗的一面 锦上雄雁想要突出这一部分 因为樱木身上的这个不服输 是跟他自己的性格相通的 锦上雄雁现在已经50岁了 他依然会说漫画家就是要不断的向上 他把自己跟樱木连接起来 甚至会想 如果是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怎么做呢 锦上雄雁对樱木的感情变化 改变了这部漫画 樱木花道从一个失恋50次都不成功的血腥 变成了一个热血少年 而灌篮高手也从一部搞笑的校园漫画 变成了一部讲梦想 讲奋斗的青春漫画 就是这个改变呢 让灌篮高手大受欢迎 本来大家只是买来笑笑的 但看着看着就被里面的人物感动了 其实我看动画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开始觉得樱木花道很好笑 看下去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而且不只是樱木 灌篮高手大部分的角色 都是这么热血沸腾感人肺腑 上流穿风表面高冷不爱说话 可是骨子里他比谁都还要喜欢篮球 尽管被称为天才 但是在他拽一拽的实力的背后 常常是一个人练球练到深夜 在球场上他永远斗志旺盛 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对手 他都没有退缩过 你说眼神这么坚定的少年 是靠脸吃饭吗 我真的不是很同意 还有很多人喜欢的三井兽 真的是美行到不得了 但他真正让我转成粉丝的 是泪深俱下的那一柜 教练我想打篮球 你看这心动指数是不是蹭蹭的往上涨 男人哭不是丢脸不是懦弱 而是他们心中有放不下的爱和痛 这才是真正的铁汉柔情 可能丑是丑了一点 但是看到小三 他的眼泪和鲜血一起飙 谁不会心疼啊 而且小三的魅力就在于他不放弃 每一场比赛都拼尽全力 站都站不稳了 你还能够投进三分球 这就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 永不放弃的男人 跟三井比啊 赤木的颜值是比较低 我没有特别喜欢他 但不得不说他腿断了 也坚持要比赛的样子 还是挺霸气威武的 工程呢 虽然矮 但他每一次举起一只手指头 hold住全场的时候 简直man爆了 我身边有很多的男生都很喜欢工程 因为他们说他快 而且呢 有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情是 相比对理 工程的发挥是最稳定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失误 他也是这五个主力里面 唯一一个打满所有场次 没有被换下来的人 意志力跟体力都非常的惊人 至于其他的配角 也相当的有个性 四眼田姬木木 我也很喜欢 性格很好 一直做冷板凳 也没有怨言 不仅不妒忌 拼尸搞特训的时候 还会主动帮忙 可是这不代表人家没有实力啊 该拼的时候 绝对不会含糊 对于林南的比赛 就是靠他的三分球逆转的 先到更不用说了 人气要比得上刘川峰 喜欢他身上那种 举重若轻的感觉 看到厉害的对手 他会高兴 无论呢 对待比赛或是篮球 他都是快乐就好 输赢永远没有享受重要 大概也就是真正厉害的人 才有这种豁达的生活态度吧 陈真也是这里面最美形的 智商高 是主力 又是教练 可是他最戳人的 就是输了比赛之后 还哭着说 真是谢谢你们的时候 那一刻我的心 都要跟他一起碎了 这得多么喜欢篮球 才能够流下如此不甘 又真诚的眼泪 总之这一部动漫作品里面 就没有一个讨人厌的角色 就连那些不打篮球的人 也超讲义气 漫画的结局是这样子的 在最后一战 湘北对上了 未免冠军山王 湘北被压着打 一度落后22分 比分悬殊 但大家没有想过放弃 三井体力不支 依然投入了 一个三分球外加 一个罚球 流川在被对方主力 全面压制之下学会了穿球 最拼的是鹰幕 他为了救球砸向了裁判席 后背受伤 很可能不能打球了 安西教练叫他下场 但是鹰幕拒绝了 他说了一句 超级拉风的话 老头子 你最光荣的时刻是什么 而我只有现在了 我讲的讲我都想哭了 最后绝杀的一球 就是流川传给鹰幕的 然后鹰幕跳射入篮 赢了 这是鹰幕和流川 在漫画里面唯一的一次击涨 可惜的是 这么漂亮的胜利 并不是决赛 在下一轮 逆转之后 元气大伤的湘北 直步第三回合 而他们取胜后 所拍的那张合照 最后也没有登上杂志的封面 看起来是一个很残酷的结局 有人不理解啊 就去问锦商熊彦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为什么不把结局化得理想一点 为什么比赛的最后一球 不是一个灌篮 而是一个普通的跳射 锦商熊彦就回答 因为年少时的梦想 往往是不完美的 只有这样才是真实 而不完美的真实 并不一定是不好的 锦商熊彦说 灌篮高手是一部美好的漫画 因为它里面是积极乐观的 没有功利心的 我们的人生 那么努力的做了这么多事情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吗 鹰幕流川 三井 攻城 赤木 他们拿不到全国冠军 之前燃烧的热血都白费了吗 不是 就像鹰幕 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刻 终于明白了 自己是真的真的喜欢篮球 非常喜欢 喜欢到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这就够了 因为青春的美好 就在于不顾后果 都要拼尽全力 而这就是当时 三十一岁的锦商熊彦 他想要透过灌篮高手 告诉我们的 输了以后 能够这样子大哭一场 也是一件值得自己骄傲的事情 如果还有机会 就不要去想着成不成功 去做 尽力去做 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也别忘了安息教练的那一句 如果放弃了 比赛就结束了 最后我相信 有在打篮球的人 多多少少啊 也都会被这一部神作影响 这部片子呢 也很好地传递了 或许因为伤病 学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相处急剧变少 但是对于一个 你真正热爱的人来说 只要哪里有球 哪里就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相北拼尽全力的打败三王 然后输了接下来的比赛 没有成为全国第一 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无冕之王了 结局的情节并不重要 结局后 在读者的心中留下的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 时隔多年 想起这一部热血的动漫 依然久久无法释怀 或许就是他成功的所在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也欢迎你向更多的朋友 推荐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持续地订阅 锁定我们的Podcast 我们下班偷偷学 下次见 拜拜